這個甲仔裙褲 用布量相當高的褲款 它一個褲款都差不多是我一整個人的 所以真的相當寬闊 亦代表它用布量相當多的 算了 相當多的用布量 這個是三尺寸的 全像 在正中的位置就有一個絲帶的 有些圖紙的圖紙 做一些風格的細節 平時的八折位 有時會在橡筋對落 就直接做一個打閘的效果 這裡是拉落多一點 大約去到盆骨的位置 才有一個剪裁 再下去才是八折位 所以這個位置 照顧得很周到 變成你這裡的拉扯 不會影響到下面的八折效果 總之我拉到它這樣 這些位置都是很鞏固的排列 不會被它扯到行 因為它對落落多了一層 才去做打閘 沒有任何拉扯的 細密的打閘 只是給橡筋 你看到後腹這些位置 都沒有任何壓拔的地方 這個是闊庫管 顏色配搭也相當漂亮 這個是帶一點粉色彈性的格子 所以整個顏色都比較柔和的配搭 這個是軟身的絨布料 是很容易打理 對 真的拿也不錯 都是比較漂亮的布料 布料也很漂亮 因為其實它這間的細節做得很軟 所以不會碎在布上 真的不會的 這些通常都是一個彈性的 就是你有一個這麼好的設計 你怎麼會在布上 不合理的 對 另外還有兩邊袋 看看自己喜歡什麼的鞋款 除了這兩個隨便的鞋款之外 我拍照的時候 也有搶了比較女性的 有搶過一雙短筆 出鏡相當高的 是一個女性的風格 或者是隨便的風格的鞋款 都可以配襯到的 所以這個裙子也是很驚喜的 可能它始終都是 挖到裙子的cutting 是 挖到裙子的cutting 所以可能配襯得比較 lady 少少的 又style 少少的 鞋款都沒有問題 不只是單一的casual